哎呀 早上我们起床了 大白掉了碗了 我一大早去英里把他的碗给拿回来了 那个小椒碗都坏了 小椒碗都被咬坏了 每天准时叫起床 每天准时叫起床 刚刚我们在镇上又买了早餐 换了一下早餐了 包子吃腻了有没有 包子是吃腻的 但是我吃完这个面包 吃了两个发现还不如吃泡笋的 包子五人吃六个 但是面包呢 我最多就吃两个 因为这个镇上 他这个面包店 他不是特别大 他每个其实都没有必要生产日系的 没有生产日系 对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多人买 所以他这个可能不知道放了多久 生产日系的没有 那还是包子靠谱 还吃包子吧 我想吃包子 大白你想吃面包 大白比较喜欢吃 但你不忍吃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木畅层 之类的 因为它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面包容易烫 你吃狗粮 有点倒到杯子里 有没有感觉倒到杯子里 人家好喝 对 就那种生活的仪式感就有 以后在车上配个小奶锅 你给我天天弄热牛奶 然后切个三明治 好不好 好 然后我再给你烙大饼 烙大饼 哎呀 现在房车还没拿到 你在这里欢响了 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踢车了 现在 是吧 第一次的时间应该是要晚几天了 但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提前去厂里那边 试验一下里面的功能 不用等到营地了 我觉得 等到踢车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营地过一晚上就行了 对 我们先去熟悉一下房车 对 每项功能 我们也去试一试 对 哎呦 大伯娘要怎么办呢 一口 爸爸 没有车车住了 爸爸 没有车车住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老板 没有车车住了 哦 拿碗什么意思啊 出去要饭去啊 没有车车住了 叼个碗就好了 有碗在就行了 是吧 铁饭碗在就行了 是吧 有铁饭碗就行了 把他扔下去了 哎呦给你先吃哦 我看那个馋的呀 大盆哈 大盆 你躺着吃了 你这什么 坐下吃 这什么造型啊 懒得这样子啦 大白吃那个渴望啊 他没有那种没有那个小包的就给他买了一个之前吃的那个品牌的哈 就小包的给他先吃几天嘛 嗯 我们拿了两天 我们拿两天衣服啊 这个衣服呢 刚买的 可以到那个新房车里 试用一下那个洗衣机哈 那些试一下洗衣机 看中等稳不稳哈 对 车上的一些功能呢 我们不等着到营地去试了 就现在的话 我们自己去试一下 对吧 先试一下 对 这个天气啊 阴沉沉的 待会呢 可能都要下雨了 待会我们回来 肯定是晚上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这个小店驴就不骑了 因为晚上骑实在是太冷了 让厂里的人过来接一下 接一下 我们过去看一下哈 坐上小车就是快啊 估计三五分钟就到了 对 还是跟车里暖和 一溜烟 我们就到厂里了 今天一点也不冷啊 今天不冷 我们的车刚刚停在外面了 来的巧啊 刚好 车要开去加一下油 我们也去坐一坐 感受一下 你坐那副驾舒服吗 副驾 副驾还可以 我们的车 我们这个车出来加点油 慢晕了刚刚坐在后面 然后闲晕 喝得晃晕了 前面感受应该还可以的 我这副驾还可以 我喜欢的 因为主驾的原来的话那种是高高的椅子 这个呢是一个放矮的 放矮的 放矮的话 就是和我们原来那个座椅差不多的 对 跟我们原来那个车差不多 我感觉你这个比镇驾坐的还舒服 镇驾也换成这种 它不能放在太矮的 知道吗 车子要开回来了 在这边加点水 然后再充点电 等一会看能不能试一下这个洗衣机 看一下上面 待会可以看能不能试一下这个洗衣机 这个车上的水都是满的了 你把那个洗衣机开关打开 先按这个 已经打开了 已经打开了 洗衣机开关开下来以后 然后首先是要逆变 逆变要开 然后这个是启动 启动 然后接着开门是在这个地方 按一下自动弹开 我们带着两斤衣服过来 试一下这个洗衣机 还有挺大的嘛 三公斤你要洗个几套衣服都可以 烘干 烘干15分钟就好了吗 标准 标准 然后 然后这里是放洗衣液 对洗衣液 洗衣液就没太 就这样随便冲一冲吧 哎 按好了 然后你选择标准 然后点开始 点这个开始就可以开始起了 看着半点 记住水泡一定要开着 水泡一定是要开着的 洗衣机已经启动了 其实洗衣机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听一下 这个在这里感受一下 它的声音大不大 看来看一下会不会震动大不大 你看衣服已经在里面小了 放水了 应该甩干的时候会比较大一点 甩干的时候声音是会大一点 因为甩干还会带动整个车在震动 最主要是感受 再感受一下甩干的时候 甩干的时候看车里震动的声音 看你有多大 这个洗衣机已经在这边工作了 我们趁这个时间看一下 我们一些小东西有没有装好 这马桶小不小 这个马桶 这个马桶的话都一样的 这个大小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 胖一点的话 屁股大一点的话 可能会砸一点 但是正常的养没什么问题 这个晾衣杆之间也装上了 在这边装的是一个晾衣杆 只能装在那个位置 没有地方装了 再装其他地方就挡到了 这个插座 他说要给我们这里补一个 还没补 补呗 反正就放在里面 多一个是一个 这里弄吗 这里还没弄呢 这里他有说给我们弄吗 有说吧 这里应该还没弄 他电路的东西 应该是到时候和插座 应该一起弄 后面补了一个晾衣架 睡觉的时候 可以把换衣换的衣服 就直接加在架子上 没这边 一会儿的功夫 已经进入甩杆的环节了 这个好像是没有什么声音 对 就震动一下 不是特别大 可能是刚甩的原因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你看 就感觉这个有一个轻微的一个震动 震动的不是特别厉害 甩完了 甩完了 对 甩完了 还要再洗一遍再甩一遍 我觉得这个声音还可以 声音是 这个洗衣机的声音还是蛮接受的 挺稳的 挺稳的 没有说是那种 哐啷啷啷啷的 没有哐啷啷啷的感觉 也算挺安静的吧 刚刚做板台的师傅跟我们讲了 我们不是要做一个 I-O型台面的一个延伸板吗 它之前是延伸板 是直接放在里面的那种 我们想要这个延伸板 是和上面这个台面是漆平的 他刚才跟我们讲了说 做漆平的话 但是这里可能会有个缝 那么大的缝 对 差不多有个这么大的一个缝 这个缝就是那个 这个缝就是那个转接口的那个缝 应该是那个 那个这样子的那个缝 对 但是它台上来就没有了吧 台上来就没有了 台上来就能跟它缝合 对 但是放下去以后 它就是比较那啥的 它有这么大的缝 对 我感觉 你看能不能接受 但是你的台面的话 如果放出来45公分 放出来呢 这个台面是非常大的 它说就是弄好以后呢 这个缝线和这个就差不多一样大 如果说我们要的话 就可以弄上去 那也考虑一下 不知道刚才来做什么效果 等到下次我们看一下 他们会说拿那个板 来过来比划一下 比划一下 我们确定好在装 看看效果 看能不能承受得了 我们这个衣服洗好了 洗好了 它自动弹开了 刚才吓我一跳 我正好下来怎么拿着 它自己弹开来了 那么这个洗衣机的话 在这个开车过程中 就不能洗了 对 因为你洗的话 它就自动弹开了 这样不对的 所以只能说停下来洗 看一下干不干 甩的 看一下水的程度 因为没有使用它的风干功能 就是就直接 甩的也挺干的 你摸一摸 就没有水了 还可以 这洗衣机还可以 可以 一点水都没有 感觉这个快干了 对 晾一晾就干了 其实三公斤的话 像这一套衣服 可以放个差不多 我觉得至少可以放个三四套 应该就可以 四五套就可以了 对吧 比那个2.5公斤的大多了 对 虽然说大的1.5 但是感觉 但是这个感觉上 就大了很多一样 还可以固定的挺稳的 这洗衣机还可以 就烘干的 到时看看 找机会再试一下 对 烘干的话就不知道了 来 今天先试一下 这个洗衣服 感觉还可以的 圈城也没有什么异响之类的东西 算正常的 我发现这晚上的灯光 看起来还有点暖 还可以 对 一直以为它是一个白光 它其实是一个暖白色 暖白色 暖白色还可以 也不是特别冷